台中市一名七旬的富人 在市场的百货顺手牵扬 是把60块的商品 偷偷的放进自己的包包里头 但是店员早就察觉异状 立刻上前询问 富人还变成说 自己是因为记忆不好 但是当下拿不出钱来购买 最后是被警方以现行办 依法带回派出所 身穿红色外套富人来到市场内 百货店看起来像是在仔细挑选 架上商品 没想到下一秒 就直接把东西放到随身包包内 还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但店员早已发现异状 立即上前询问并报警处理 直接人当局 或看到他把他放在包包里头 记忆的问题 富人第一时间变成 自己记忆不好才忘了付钱 然后又刚好没有带钱包 也无法通知亲友来付款 富人一度着急叫哭出来 但店家掉一征试器 发现他在拿取商品之前 先是环顾四周 确认店员都在忙 才赶紧把商品放入包包内 不太像是不小心忘记付钱 原警只好先以现行犯 将富人带回派出所 尽管富人一徒刑切商品只有60元 金额并不高 事后也相当懊悔 但已经造成店家困扰 警方讯后移送地监处争败 记得送我东西安台中暴动